你好,我是犀牛 艾碧目前已经被世界顶级大学所认可 比如说牛津、剑桥、哈佛、耶鲁、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加州理工等等 所以现在很多家庭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好的艾碧学校去 但是因为艾碧是一个国际认证课程 所以它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也就只有那些最顶级的私校能提供艾碧课程 但是在加拿大、安省、多伦多 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家庭都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可以提供艾碧教育的普通功效去学艾碧 而这些学校到底在哪呢 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 在整个大多伦多这个范围内可以提供艾碧课程的普通功效 具体都在什么位置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结合自己家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的社区、适合的地段、买适合的房子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那么咱们开始吧 以前看过犀牛文章或者视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整个大多伦多一共有五个大区 而教育系统正是按着五个大区来分布的 这五个大区有多伦多市区、杜兰郡、约克郡、皮尔郡和河顿郡 下面咱们就按这五个大区一个区一个区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提供艾碧课程的普通功效的位置 先来看多伦多 多伦多一共有五所爱币的普通功效 从东向西分别是位于Morningside接近湖边的 Sir Wilfred Laurier CI 位于Victoria Park Ellsmear附近的Victoria Park CI 位于Danford Urban附近的Monarch Park CI 位于Queen Street West和Dufferin附近的Parkdale CI 以及位于Jane和Lawrence附近的Western CI 只要你住在多伦多市区之内 你可以随便选择这五所爱币学校 当然了为了平时上学的方便 最好还是就近选择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 既离这个学校近 然后自己上班也方便 生活也方便 社区还安全的这么一个地段 看过了多伦多市区 咱们来看东侧的杜兰郡 在杜兰郡非常遗憾 没有一个普通功效能提供这种爱币的教育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杜兰郡 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私校 或者就把家搬到其他四个大区之内 下面咱们来看多伦多北面的约克郡 约克郡一共也是五所爱币普通功效 从东到西分别是位于 Kennedy-Denison附近的 Millican Mills HS 位于Major McKenzie和Bayville附近的Bayville SS 位于Young和Wellington附近的Dr.D.W.William SS 位于Major McKenzie和Barsers附近的Alexander McKenzie HS 以及位于Major McKenzie和Jim附近的Maple HS 约克郡可以提供IB课程的这些学校 有自己的校区 但是它比一般的校区要大 所以如果你想上这几个学校 那么你可以去约克郡的教育局去查询 基本上就是就近选择学校入学 接下来咱们看皮尔郡 皮尔郡从北到南 能够提供IB课程的普通高中 有位于Dixie和Sandlewood Parkway附近的Hardwood M Brasweed SS 位于401和Steals附近的Turner Fenton SS 位于Dixie和Burham Thorpe附近的Glan Forest SS 以及位于Dundas和Iran Mills Parkway附近的Arendale SS 在皮尔郡主要是以401为单位划分 在401以北的家庭 可以选择前面的两所学校入学 而在401以南居住的家庭 则选择后面这两所学校入学 咱们接着来看河顿郡 河顿郡能够提供IB课程的普通高中 从北到南 分别是位于Georgetown Grave Street和Maple Avenue附近的Georgetown District HS 位于Milton的4th Line Lewis St. Lawrence Avenue附近的Gregg Kielberg SS 位于Ockville的6th Line和McCranney Street East附近的White Oak SS 以及位于Burlington的Appleby Line和New Street附近的Robert Bateman HS 河顿郡一共有4所可以提供IB课程的普通高中 而这4所学校呢 也对应着河顿郡的4个城市 分别是Milton Georgetown Burlington和Ockville 如果你生活在这一个城市之内呢 那你只能选择这个城市对应的这个学校 好 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犀牛 我在多伦多用工匠精神做地产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节目不错 欢迎点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相信也能帮到他 咱们下期见了